正值炎热暑假 教室仍传出教授讲课的声音 这是北京清华学生 来到新竹清华电子院学士班 交流的第一周课程 上礼拜 新竹清华学生也在北京清华 参加三周的交流活动 已经实施的我们叫做 以院为核心的系统 那我们让同学休息的课程 就是电机资讯的通通都要休息 也就是说软硬通吃 那透过这样子的软体硬体的学习 让学生有跨领域做系统整合的能力 这样一来一往 总共六周的课程规划 是新竹清华大学电子院学士班 暑期国际化交流的第一步 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 我们其实不只是走出去 我们还试着把国际上一流的师资带进来 所以他们到我们这边是 整班的学生过来 老师也过来 然后跟我们这边的学生 在围棋总共大概是六周的时间里面 有一个紧密的一起上课 然后一些互动还有交流 清华大学电子院学士班为学生设想很多 除了大学四年的学习 还额外增加三个暑假的交流 实习以及到国际顶达交换 那电子班的规划就是一升二的时候 我们会跟北京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 然后进行交流 我们的学生跟他们的学生两个人一组这样 一起上课一起做一些projects 就会发现对方的学生好像能力都蛮强的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一些各省的状元 潜在的这个竞争对手就是他们 所以你会更加努力 所以这是一个两边交流的一个用意 以及他们带来的一些冲击 那大二升大三的时候 安排去企业实习 有一些顶尖的企业也有一些是像工业院这样的研究机构 那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就已经安排好准备要出国去交换了 我们电子院明宁苏达大学有签了一个备忘录 我们可以派学生过去那边 然后院里这边会提供奖学金 两位电子院学识班一升二的同学 东宇杰和陈品轩 分别担任参访团团长与副团长 我也有上台大二类科系 那我后来选择清大电子院是因为 就是这里有电机专业的那个领域 也有志工专业领域 所以说我觉得选清大电子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对的选择 因为电子班是一个新开的系 所以它是结合就是现在的趋势去做 就是才创的那个系 先学习这两方面的知识之后 再选择你最喜欢那一部分做加深 我有一个同学他是田台大 像我们暑假有去北京清华交换 然后但他没有 所以就是他就只能暑假 就是安排一些迎对活动 第一个可以学到一些就是额外的城市语言 就是我觉得交流这部分就是对我们影响蛮大的 因为我们以后在这一行还会有更多的联系啊 原本就很期待去北京这一趟 北京的老师非常好 那北京的同学也是 我觉得他们跟我们思考的模式 跟我们上课模式也都不一样 我觉得都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 来自北京清华的学生分享了在台湾交流的体会 咱们新竹这边的学生和住教的交流 就是私底下面对面的交流会比我们那边多很多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 而且非常有效的学习方式 学校里面的环境十分的好 就比起和北京清华是一幅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这里可能给人一种更舒心的感觉吧 然后在各种住宿的条件上面 我觉得在很多细节的地方也做得非常的好 秘书局有财导报道